贵宾们人人手上拿着一块自己喜欢的布条 象征要跨世代一起编织彩色的未来 既有短、中、长期 轻盈共居的创新模式 希望打造台湾高龄产业重要基地 用67个房间打造一个多样态的服务系统 目的不是要让它住满 目的是要为台湾打造一个创新的实验基地 几个附近大学设工系 老人福利系学子的照护人力 还有附近医院的医疗资源 硬体也打造成有商店 可供教学上课的烘焙教室 越南的空间 有可供长辈居住的住房 也有供子女家园短住陪伴或体验的地方 实现共居的理想 可以让你短住 也可以让你长居 可以在你的家之外 还有一个可以实现梦想的桃花源 为了实践理想大学设工系教授的济金声 结合志同道合的友员 有大学校长 医院院长等社会贤达 以社会企业模式 结合大学与医院能量 希望打造可永续经营的高龄社会企业 新唐亚太电视秋天喜 台湾台中采访报道